全球麻疹蔓延 台湾也列为一级市井 纽约疫情失控 原因在于许多纽约客不愿打疫苗 巴黎圣母院烧出了国内对于古籍反思 累计全台湾80多处严重毁损 隆重新义来自于叙利亚难民 逃离祖国 贫穷险以下还能够捐款一帝东非 您好 欢迎收看4月17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首先要带您关注到全球的麻疹疫情 目前是日趋严重 总计有16个国家都被列为疫区 也包括台湾在内 其中也不乏其他的先进国家 包含了日本 韩国 澳洲 美国等等 先带您看到台湾的部分 今年才短短3个多月 4个月不到 今年已经传出有36例的本土病例了 还有27例的境外移入 金瓜鼠已经把麻疹 列为与东格日同等级的一级市井 还有值得关注的国家 包括现在是美国疫情更为失控 全美有高达三分之二的感染病例 都集中在纽约州 而且要带您更细部来分析 这病例几乎都来自于纽约的布鲁克林 尤其是犹太社区 因为犹太人是以违法教育的理由拒绝来打疫苗 导致疫情是不断的攀升 现在州政府祭出重罚 只要是不接种疫苗的民众 每天罚金就高达有2000美金 小孩子从窗户偷看外面 发现有镜头在拍 连忙把窗帘拉起来 因为这间学校屡次违反纽约州 最近公布的麻疹预防法规 被勒令关闭 现在却偷偷在营业 美国已经出现25年来 第二严重的麻疹疫情 有三分之二的感染人数都在纽约州 但有些居民依旧无视卫生禁令 尤其正统犹太社区 以违反教育不断阻挠接种疫苗 加上现在有家长控告 市立卫生局滥用权力 防疫进展几乎停滞不前 让过去一周病例大暴增 此外网络媒体上 关于疫苗的假消息不断 加深家长对孩子健康的疑虑 任凭医护人员说破了嘴 也不为所动 不只美国麻疹疫情延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今年前三个月 全球的麻疹病例已经超过十万人 比去年多出三倍 会造成情况恶化的原因 也是因为接种比例不胜理想 无法使疫苗发挥最大效用 国际卫生组织警告 需要找出办法稳固人群信心 并且打击疫苗假消息来源 不要让原本能够预防的疾病 造成无法挽回的公众卫生危机 大暴新闻 郑宇轩编译 法国巴黎圣母院惨遭无情注农之后 包括了知名的木造尖塔 以及屋顶都灰飞烟灭 让法国人相当哀痛 所幸几乎所有的内部结构 都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 不过想要完全地修复 这一个哥德式的外观建筑 至少必须要闭关三年 目前世界各国的重建善款 也纷纷地涌入法国 折合约有260亿新台币 走进巴黎圣母院 屋顶被烧破好几个大洞 教堂内部十字架前 地上焦黑的建材 堆成一座小山 这一幕幕都是心痛 前美国总统夫人密雪儿 特别向巴黎人喊话 大火烧回前的圣母院 是如此宏伟 不论外观还是内部 石墙雕刻无比精致 散发出庄严肃木的气息 周一突如其来的恶火 烧毁了圣母院最著名的 木造坚塔和屋顶 索性南北两个钟楼都安全无恙 而坚塔周围的十二门图雕像 因为当时正值整修期间 事先被撤走 因此逃过一劫 不过850年古迹 惨遭大火肆虐 全世界跟着心碎 英国伦敦西敏寺 也特别敲响终身 跨海驰援 我非常深刻 他们将我们改变这次灾举 成为一场变成 成为一场变成 在深刻的考虑 我们所在的 和我们所在的 成为一场变成 最好的变成 目前巴黎圣母院内部灾损状况 都还在评估当中 院方表示 大部分内部结构都奇迹似的 没有太大损伤 但需要关闭三年 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誓言 要在五年内把圣母院盖回来 而且还要盖得更漂亮 而到目前为止 重建圣母院所涌入的捐款 已经超过7.5亿欧元 约260亿台币 大海新闻黄敬廷编译 巴黎圣母院这一座 拥有850年的历史古迹 另一个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存放里头的 包括宗教文物以及画作 大多数都逃过了火节 已经迅速的送往 包括罗浮宫 以及市政府来妥善保存了 而活在当时 又一位英勇的神父 他是不顾自身安危 冲进了火场 抢救出了圣堂当中 最珍贵的文物 巴黎民众齐聚在广场上 对着圣母和圣子雕像 为遭受大火伤害的 圣母院大教堂 虔诚祈祷 远在范蒂冈的教宗 方济各也在第一时间表达关心 并且为全法国人民祈祷 同时文化部官员 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范蒂冈已经准备好 为修复圣母院 尽一份心力 而在四百多位 消防人员协助下 圣母院的文物 都已经安全送出 其中甚至还有一位 英勇的神父 冲进火场 抢救最珍贵的 耶稣荆棘棘关 和祷告仪式 需要用的物品 另外消防人员 在废墟中也找到 崩塌的圣母院监塔上 代表和平 著名的攻击风向标 完好无缺 现在这些圣母院宝藏 即将送往市政府 和罗浮宫保存 法国文化部长表示 圣母院内的重要化作 虽然幸运没被大火烧毁 但是受到农烟污损 必须送进罗浮宫 先进行除湿和检室修复后 再送进厨藏室保存 大爱新闻 真正于选编译 巴黎圣母院的这场火 也烧出了国内对于 骨鸡维护的重视 由于这个法令保护的力道 实在太于薄弱 累计全台湾分布 有86件的骨鸡 全都是包括了天灾 人祸或是不明因素 而遭到严重的毁损 而旧赛修复之后 也因为没有妥善地运用 精细的骨工法 让居民来说 或是一些古文物的专家来说 这些古鸡早就已经不是古鸡了 就是齐楼林立着药行茶馆 大稻村这里的历史建筑 现在却都已经重建翻新 我们来到迪化街商圈这边 其实在我旁边这一排的商店 都曾经遭遇大火烧毁过 但其实根据文化银行调查 全台古鸡被破坏 或发生火灾的数量也不少 当中以双北最多 超过20件以上 而这些历史建筑 保存上也相当不容易 日式木造建筑经过重建 重新坐落在万华西本寺广场 但1975年的一场大火 烧毁的不只是珍贵古迹 连带居民们的回忆也回不去了 火灾很厉害很大 把这个肌肤骨鸡都烧得剩下 没有什么了 原来的味道没有像恢复的那么好 那个怀念的味道 即使经过重造也难以找回 对于骨鸡的保存 必须透过政府和社会的力量 一起来守护 戴爱新闻范秀宜 张略嘉 台北报道 而关于健保的缺药问题呢 石药署刚公布了 缺药的选项当中占最大宗的是中枢神经用药 其次是抗生素而荷尔蒙 而会大量缺药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市场规模不大 所以这生产的排程总是排在末端 加上还有原料短缺而造成缺药的问题 台湾出现缺药危机 石药署公布近三年缺药类别 以中枢神经用药缺药比例最高 其次是抗生素和荷尔蒙 还有合成荷尔蒙药品 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品项呢 有人来通报之后 我们通常会评估一下 目前市面上的量大概是多少 然后可能厂商的库存还有多少 再去评估说 这个药品它是不是有替代药品 而缺药主因出在药厂生产排程问题 还有原料短缺 健保药价反而影响不大 但医改会也建议将出问题的厂商淘汰 留下优良的药厂保障药品品质 健保署应该跟食药署合作 以后的健保给付品项 应该朝折优特约的方式 折优给付的方式去做 如果茶厂发现有问题 或曾经有检举说原料药有问题 或是中间有出包的 我们就把它记点 甚至说从健保品项里面把它剔除 目前原料短缺是全球药厂都面临的问题 而台湾因为市场规模不大的因素 提供的排程相对较慢 为了避免缺药政府需要留下油脂药厂 确保人民用药权益 戴新闻贩售一张略嘉台北报道 相信很多民众的家里头都有装电视机上盒 也就是所谓的追剧神器 不过往后要小心会触法了 最新修订的著作全法就明文规定 要先处罚的是业者 一旦制造或是贩售非法机上盒 或是设计出手机的APP 能够直接的连接到清泉的影音网站 将除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科最高50万元的发金 电脑一开 重播的戏剧一次看个够 但随着科技演进 想看免费而且热腾腾的节目 电视机上盒早就成了清泉温床 新型科技衍生的清泉行为 立法院通过著作全法部分条文修正三读 针对汇集上架非法影音程式 包括手机APP 引导民众下载使用 或是制造贩售 提供装有非法程式的设备 通通都犯法 上盗版网站 他也不用下载APP 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只是针对APP或针对机上盒 没有办法根本解决 你只是把看到版的人 从本来用机上盒 或者说本来手机APP 然后把它赶到盗版网站而已 他本来就是一个侵权行为 只能在境外 只是权利人要去告这些网站 可能找不到这个人是谁 消费者属于使用端 不列入侵权规范 却可能因为业者被查获而断讯 呼吁民众还是避免购买 来路不明的机上盒 降低权益受损风险 大家新闻 消失节客信志台北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了年纪之后 包括灵机应变的反应或是视力都会变差 也就更容易会发生交通事故了 光是在高雄最近三个月 就发生过3000多起高龄者的车祸 专家有些准则要再次的提醒 90岁的老先生骑着电动车违规左转 遭到70岁开车的驾驶状上 酿成一死 年长者开车真的要特别注意 其实像这样的高龄长辈骑车开车 在路上很常见 我被摘 对 对 我都去30左右 因为我把Q有起来没问题 你稍微有起来 我都骗着慢慢而已 长辈反应力较慢 都说会慢慢骑 不过这也尝试肇事的原因 方向感比较左右漂浮不定 那个行踪比较难以捉摸 依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统计 今年1月到3月之间 65岁以上长辈的交通事故 就发生了3012件 造成17人死亡 其中长辈肇肇事原因 以一位规定让车 为注意车前状况 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为前三名 高雄市65岁以上的高龄者 有42万4千多人 那占我们高雄市的人口的比例 将近15% 那人口数增加 高零者人口数增加 用路的行为陆续的增加 警方提醒家中长辈 外出时最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让用路人看得清楚 同时外出时最好搭乘 大众交通工具 建议年长者少开车 减少意外 大爱新闻间新王朝中 高雄报导 另外针对游览车 以及公车等大客车的职业驾驶 因为工作的缘故 他们必须要长期的久坐 也就伴随有肥胖问题 更容易发生呼吸中止症 离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 三到五倍之多 除了要定期密切的追踪之外 平时也要多运动 实行减重计划才能够避免病情恶化 做过呼吸中止症这方面的检查 没有做过 总是会有一两天会稍微紧一点 但是回家的时候早点睡 这个都属于脑坡 就是睡觉的时候脑坡的状况 皮疗驾驶是造成车祸主因之一 承担医院等单位受托 针对全台524位职业司机 为服用安眠药及耳鼻喉开刀者 进行睡眠检测 发现实测318人中 竟然有六分之一 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这些人当中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14% 心血管的一个发生的比例呢 也经过三年之后 有呼吸中止症的驾驶 它会更严重 那比例呢 是这个没有呼吸中止症的驾驶的两倍 医师也说职业驾驶 呼吸中止症的危险因子 包括BMI大于24 肥胖者有症状 却会诊断三年增胖 大于5公斤的司机 在睡觉的时候会有打呼 呼吸中止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被口水向醒 那另外就是白天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很专注的在开车 甚至容易会打瞌睡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 建议应该还是要到医院来找 专科的医师来给你做评估 肥胖会导致呼吸道狭窄 加重呼吸中止症 医师提醒 除了密切追踪外 还要多运动控制体重 避免病情恶化 大爱情文盘真正瑞平台南报道 印度民主选举过后 新政权要面临的是 棘手的失业问题 目前印度的失业率 盘升到了6.1% 创下45年来新高 而新政府除了必须要 力拼经济之外 还得同步处理国际关系 尤其是与临近国家 势不两立的巴基斯坦 插满年花旗的印度人民党 竞选车队 赶在大选前夕家场扫街 印度总理莫迪也出席造势活动 为选亲加温 这场选举关乎总理莫迪 能否延续下一个五年任期 而他的最大劲敌 就是出身政治世家的拉胡尔甘地 事实上莫迪 2014年上任后 原本以为可以成功带动印度经济 然而他不但无法明显改善民生问题 今年1月的就业报告更显示 印度2017到2018的失业率 攀升到6.1% 创下45年来新高 民生经济还没有奏效的情况下 目的只好打出国家安全牌 来自邻国孟加拉的非法移民 就此成了众矢之地 来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角力战场 卡舌米尔 位在印度两国的冲突边界上 这里的居民可是将总理莫迪 视为真正的英雄 莫迪对国安物体的强力回应 无疑是对当地安全打了几枪新增 但印巴两国的紧张关系却也随之升温 而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 以国家安全作为筹码 谋取政治利益也引来了外界批评 但国家安全这张牌 毕竟只对居住在边境的居民有效 能否成功拉抬选情 专家认为效果可能相当有限 这场地表最大的民主盛事 将于5月23号公布选举结果 目前由印度人民党称霸的国会 是否会变天 全球都在关注 大海新闻将成家编译 另一个政治社会 相当动荡的国家 委内瑞拉 在委内瑞拉政府同意之下 联合国以及红十字会市 送进了首批的救援物资 另外还有高达300多万人 已经逃出了委内瑞拉 寻求临近国家的庇护 包括是逃到了巴西 不过逃到巴西之后 这处境依旧相当艰难 只能够躲在垃圾掩埋场当中 每天等待两回的垃圾车进驻 而追逐垃圾车 找寻里头的搜水食物来吃 或是找寻可用的资源变卖 他们的处境依旧相当的艰难 不论是大人小孩 都在这冒烟的垃圾场 努力找点东西吃 近年来委内瑞拉动荡的局势和经济 迫使370万国民逃出国 有些人从哥伦比亚一路来到巴西 但是却没有钱能让他们在当地过活 或是坐车到市区找工作 垃圾车一天来两次 从早到晚 移民们就从里面找食物 或是能换钱的回收品 有些移民想回家 但国内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没有改善 让他们也不得不打消念头 联合国预估有四分之一的委内瑞拉人 需要人道救援 其中190万人营养不良 30万人迫切需要取得药物 而先前一直拒绝外界救援 受国际谴责的总统马杜洛 现在改变态度 和红十字会签订协议 接受他们送来的物资 就在当地时间周二 第一批补给品已经到达委国境内 红十字会也送来五千公升蒸溜水 暂时缓解当地居民的水荒问题 接下来有超过三千名志工会马不停蹄 分发物资到需要的人手上 红十字会预计可以先帮助 65万委内瑞拉人民 大海新闻正宇轩编译 渴望最基本的人道援助了 还包括在经历了一代气旋过后的 东非三国 星巴威 马拉威 以及莫三比克 总计有好几百万人 正等待最基本的需求 联合国有至少9个相关组织 持续地进行人道救援工作 包括了世界粮食计划署 灾后的援助已经达到了100万人 大排长龙的队伍等待的都是领取物资 莫三比克由于这受灾太严重了 灾后一个月时间过去 许多灾民仍需要仰赖外界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这回发放 是可以吃上30天的大米 玉米等食物 还有灾民他们把刚领到的种子 赶紧下田来播种 希望能够尽快自力更生 让生活恢复常规 此季在非洲水患的重灾区 星巴威的库帕 也刚完成了首场大型发放 也没有忘记从旁协助的本土志工 因为他们好多人为了一趟来复出 都是必须要走上两三个小时的山路 志工是一一送上了像是浮会床 毛毯等物资 灾后的这等等的天柱 自助 户柱 都是伤痕累累的此刻 最暖心的味道 灾民们都睁大眼睛 好奇志工口中的正在法宝怎么使用 有了伏会床 他们可以不用睡在冰凉的地板 能一夜好眠 来领服会床的是灾民也是志工 近三十人都投入了前一天发放毛毯的工作 他们的家园也受到水患重创 还面临缺粮窘境 自己受灾确心住人 这群灾民先协助发放工作 最后领取物资 志工以感恩尊重爱的心送上祝福 相信大爱精神也会留存人人心中 大爱新闻 陈志才 杜永耀 新八卫报导 此季援助东非水患 全球有51个国家地区 是纷纷响应慕心慕爱 包括了是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那名 他们逃离祖国几乎一无所有 却在短短两个多星期 共捐出了折合超过新台币 8万元的善款 这份隆重的心意 要指送东非的重灾区 在场都是颠沛流离 从叙利亚落脚土耳其的 异乡人 原本是来领慈祭补助 在得知东非水患急需援助 叙利亚难民的手纷纷投向竹筒 短短半个月的慕心慕爱 叙利亚难民共捐出 一万五千多里拉 折合新台币约8.4万元 相较于他们在土耳其的 微薄日薪 这善款金额超乎想象的庞大 我们有九个人在房子 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 我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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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在做什么 现在 他们在做什么 非常好 我们感谢 非常多 我感谢 因为我们在四十年 我们感谢 因为我们有机会 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帮助我们 在阿弥陀佛 修理亞難民生活在很困苦的地方 可是他們卻願意幫助 非洲他們那邊更困苦的人 那是因為他們之前 有經過這段經歷 有經過戰亂 所以有同理心 善的循環能一直下去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善的總是也會一直下去 歐馬和其他四名志工 都是修理亞難民 卻也是連續五年 每場慈濟發放付出的固定班底 我愛 共我在 一時半刻這裡沒有難民 只有有能力愛人的人 大約新聞 真善美之工 余次成 穆罕默德 土耳其報導 多情長寂 慈激在多米寧家 也已經生根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歲月 足以讓一個原本在貧民窟 沒有身份的小男孩 翻轉命運 也就是畫面中您看到的他 他從能夠上學 到真正當上了老師 還成家立業了 不只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宿命 還成為了更多學生的銀行者 多米尼加加勒比海最富裕的島國 拉羅馬那是著名的觀光聖地 相較於鄰國 貧困的海地 這裡充滿了機會 三十多年前 威爾佛多的父母 遷移到此地 僅靠著垃圾山為生 他們沒有身份 在這裡出生的威爾佛多 也曾不被認同 一 二 沒有身份 不代表沒有尊嚴 一年一次的一對比賽 他是指導老師 要求學生抬頭挺胸 遵守紀律 體育老師就是看中他的自律 聘請他做助教 不負重望 一對的比賽拿下冠軍 為學校爭光 從慈濟學校的學生 到成為慈濟學校的老師 2015年更受證成為慈濟的 持承委員 在學校 在社區 他是重要的善種子 其實我總是說 沒有人可以付錢 也沒有人可以付錢 如果我可能不擁有錢 但可能是有知識 我希望可以傳送給別人 這就是這次的影響 多米尼加慈濟聯絡處 二十週年慶 並他組成手語隊 帶領學生上台演藝手語 年紀最小的是他的女兒 我喜歡她 因為其他人在家 所以她也喜歡參加 她們參加 然後她們參加 她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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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感到驕傲的爸爸 是學生敬佩的老師 她們參加 學校 她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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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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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露我們教我們 做的事情 當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不會改善 自己用愛灌溉 善的幼苗成長茁壯 已拉拔著下一代 這是愛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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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助力 我們是種植物 在社會上的利益 所以這就是我猜想 當我們到來的 是種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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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祭接近會 在彰化禁思堂的 B級長照展 今天正式接派 我們現在要求 一些年輕人 來背老人 只有這個人 還有很多人來背老人 讓老人可以做寬佈 可以在這裡學書法 可以聽雙音開始 可以走入社區 在彰化縣 65歲以上的長輩 就有19萬6千多人 彰化禁思堂 去年就設置了 C級長照站 如今擴大為B級 將會提升的是 長照服務的職餘量 慈祭落實社區 從中發現關懷個案 像是一位 重度智能障礙的 丁先生 平時就喜歡到 慈祭的環保站 來幫忙 結果就被 其他的志工發現 他的頭部有一個大傷口 而且還化膿了 趕緊帶著他 去台北慈祭醫院看診 緊急治療了蜂窩性組織眼 出院的時候就穿這一套 沒有啦 很帥喔 跟院長說謝謝 真的是這樣 感恩 感恩 台北慈祭醫院院長趙友誠 送上防刮手套與環保衫 祝福日前 因為頭部丁窗 合併蜂窩性組織眼 住院的丁先生 即將順利出院 他的智能如同四歲的孩子 生活無法自立 白天在環保站做環保 由志工們陪伴 這次生病也是志工發現後送醫 家人生病住院的時候 我們就會主動的 早上排一位 下午排一位 這個孩子他是弱勢族群 這個部分我們要做得更徹底 丁先生的媽媽多年前往生 爸爸住在南部 他白天做環保 晚上由舅舅照顧 住院期間舅舅上班時 志工們主動陪伴 就像是親人一般的關懷 我們就是像媽媽一樣 他就是我們的孩子 這次住院檢查意外地發現 他有糖尿病的問題 除了院內的治療 院長也擔心出院後的傷口照護 用藥與飲食控制 他因為自己沒辦法照顧自己 所以未來還要拜託 社區的事故事搏 我相信他的媽媽 在天之靈也會很安心 丁先生雖然天生智能不足 但在親人社區志工與醫療團隊 愛的接力下 也能夠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活在充滿愛與慣懷的環境 《大愛新聞》黃信仁 張正龍 台北新店報導 善用醫療專業來幫助患者 能夠重拾生活 甚至是重返工作崗位 這是幫助了一位中年男子 他因為跌倒骨折 經歷過兩次失敗的手術 再來到的是台中慈濟醫院 進行苦科清除 包括清掉了體內斷裂的鋼板以及螺絲 重新的固定住 現在他終於可以從輪椅站了起來 患者張先生就醫時 左大腿外觀明顯變形 生活不能自理也失去工作能力 因為意外跌倒 讓十幾年前已經痊癒的骨折 舊傷復發 在外院動過兩次手術 都因為骨折不愈合 導致內固定斷裂 轉而向台中慈濟醫院求助 把裡面一些斷掉的螺絲釘 緊張拿掉很費工夫 很花時間 醫師改用骨髓內釘 加長固定長度增加穩定性 順利完成手術 最終一年多下來以後 這個新的骨頭長出來 他心裡就放心了 可以有自主的生活 然後也可以 甚至可以開始試著去找工作 跌倒往往造成嚴重的後果 日常生活一定要小心 自己多注意一點 穿防滑鞋 買那個比較不滑的球鞋 醫師提醒增加攝取 涵蓋食物 多曬太陽 選擇健行慢跑球類等負重運動 都可以降低 骨質疏鬆的機會 大愛新聞 黃正銘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花蓮靜思金社的心靈尋根之旅 這回來到的是來自於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的 越南藝志工群 還包括了當地的電視台記者 也隨團採訪 希望將慈濟的愛與善 帶回當地來播送 二十位來自美國德州的越南藝志工 來到花蓮參訪慈濟大學和禁思堂 更加了解慈濟的點點滴滴 他們是當地ABTV電視台 也隨行專訪慈濟 這樣的姻緣是過去德州經歷了 卡崔納颶颶風和哈維颶風的災情 都可以看見慈濟人救災的身影 讓他們相當感動 只有一件事 我心想是 添一心 就是我們的心 添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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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將會繼續添一心 添一心 回到花蓮慈濟禁思金社尋根 也和鎮言上人文行互動 對他們而言 就像回到心靈故鄉 希望慈濟在美國 尤其是各位在德州 尤其是各位在德州 還是很期待 各位菩薩 永恆地來支持的 慈濟在美國的社會 去關懷 苦難 需要我們幫助的 這樣靠大家 愛的力量 慈濟來到花蓮的尋根之旅 不僅是淨化人心 更發心力願 要實踐大愛精神 讓當地亮起來 大愛新聞楊愛婷溫國家 華聯報導 大家我們才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今天我們全國各地天氣 都可以說是逐漸地轉趨穩定的 那麼預計明天也會是比較穩定的天氣 最主要就是影響我們台灣的這波封面雲系 已經明顯遠離我們台灣了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我們台灣上空 雲南都相當的少 只有在我們東半部地區 因為轉成偏東風的關係 所以雲南是有點偏多 甚至還是有些局部聯繫的短暫暫雨 那麼明天的話 這個東北風還會再減弱 明天轉為偏東風到東南風 所以明天的天氣 會比今天再更加的穩定 那麼也建議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因為到禮拜五的時候 還會再有一波封面雲系 影響我們台灣 甚至會持續的影響到禮拜天左右 那麼禮拜天也不是說封面遠離 之後天氣就明顯好轉 因為在中國南方 華南附近 海系有些雲系會生成 會隨著氣流漂到我們台灣的上空來 所以提醒大家禮拜五開始 天氣就會轉成比較不穩定的情況 那麼目前看起來 水氣最多的時候 可能是會在禮拜六的時候 所以週末兩天 如果要安排一些外活動的話 要特別留意 可能雨勢會比較明顯 那麼現在看起來 有可能主要影響的範圍 是在中部以北 但是春天的天氣 變化會比較迅速 有時候一些對流雲系 這種蕭蕭長長 有時候甚至比較偏南的話 我們中南部呢 也會有這個下雨的機會 所以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在溫度方面的話呢 在我們明天 因為隨著這個陽光明顯露臉 還有風向的轉變 溫度會有比較明顯的這個回升 所以在未來的一個禮拜的話 大致上都是以偏南風為主 所以天氣 大致上也是比較偏溫暖一些 在低溫的話 大概是19-23度 中午高溫可以來到 26-30度左右 那麼未來幾天甚至有機會 可以來到30-32度 南部的話呢 也是類似的情況 低溫大概是23-24度 高溫可以來到29-30度左右 那麼在這個未來幾天 容易下雨的地區 可以看到 主要是明天的話 是我們東半部地區 可能有局部零星的短暫震雨 尤其是沿海這附近 那麼到禮拜五 風被雲氣逐漸南下之後 要特別注意 是我們的中部以北 跟東北部地區 都是主要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那麼目前看起來 水系可能不算是這個 相當的明顯 有可能看到這個 顏色很深的這個區塊 不是很明顯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 因為在這種偏南風的情況之下 它的變數就會比較大 有時候對流液發展起來 比較旺盛的時候呢 就可能會有局部地區 這個雨會下得比較明顯一些 那麼目前看起來 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在我們的這個中部以北 跟東北部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禮拜五開始 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那麼在我們中南部山區的話 留意的是在我們的這個 午後中鍋 可能會有一些熱對流 發展起來的機會 那麼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 還是持續都比較穩定 而且要注意的是 在我們中南部地區 這個空氣品質 是有機會來到橘色提醒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明天的話就是天氣相當的穩定 要特別注意的 還是只有這個 也是要特別注意空氣品質 尤其是在我們的這個中南部 因為明天轉成偏東風之後 在我們西班部的話呢 是有這個被風的這個沉降的作用 所以這個整體來說 會比較穩定一些空氣 比較不容易流通 污染物也會比較容易累積下來 所以最後幾個 重點提醒大家 第一個就是穩定天氣 會持續到禮拜四到明天 把握這個機會 趕快洗曬衣物 那麼西班部的話 要特別注意空氣品質 有可能會有達到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禮拜五還會有 封面雲氣報導 還會再轉成有雨的天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天氣 我們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在一起 一看 最後一看 我們來吧 大家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接下来新闻内容会转到戴二台 包括了可别以为穿上平底鞋 就能够保护足部 还有糖尿病友更要留意滴血糖 小虎金在台东搁浅了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戴二台 稍后马上回来 健康话题 很多民众或许以为 只要穿上平底鞋或是懒人鞋 就能够很方便地保护双脚 不过其实有些族群并不适合 反而会加剧您脚掌发炎的症状 这种平底鞋又叫懒人鞋 一穿就走相当方便 但对我们的脚可能牵藏伤害 我们后跟没有把他锁住 他的鞋身太容易扭转 几乎可以对折 轻易的对折的话 他对于我们的足部的话 他并没有一些支撑的效果 对于我们内侧的足弓 然后我们的横足弓 都没有支撑的效果了 年轻人或激励强健的运动选手 降穿脚掌还承受得住 但糖尿病患者 或是有母指外翻 扁平足等足部疾病的人 以及像这位 因为工作得久站六小时的人 就得多加留意 如果有足底筋膜炎 鞋子支撑度又不够 肌肉就会反复拉扯 只靠止痛药缓解疼痛 根本没有对症下药 还是得从正确挑鞋来着手 把鞋垫拿出来 然后我们脚跟对齐在后方之后 最好一个手指头的长度 预留一个手指头的空间 不要完全都是贴住 如果贴住的话 空间留不够 那当然就是他可能活动的时候 他脚趾头去顶到那个鞋面 另外也要留意鞋子后背 抗扭转力够不够 太容易往下折的 通通都是NG鞋款 可别因为长期疏忽 导致无法走更长远的路 大野新闻 杨运起登影中台北报道 糖尿病患者 多半会注重在防止血糖飙高 而会轻忽掉低血糖的危机 根据统计 国内超过九成的病友 都有低血糖的问题 严重会导致昏迷 糖尿病患者就怕血糖突然飙高 量血糖是每日必备功课 但统计全台 227万名糖尿病友 因为控糖不容易 因此超过九成的人 同时还有低血糖问题 生活影响一点也不亚于 糖尿病本身 就是会胡言乱语 然后意识表达不清 然后老师就 就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除了上台报告 胡言乱语 低血糖症状还会出现冒冷汗 心悸 严重会导致脑神经功能受损与昏迷 另外心血管疾病与死亡率 都提高三到四倍 心理不整在低血糖发生的时候 机会非常高 特别是老年人的精心 老年人很多本来就有心理不整 如果因为低血糖 再发生一次致命性的心理不整 很可能就会当场产生一个生命上的危险 统计十年来 因为低血糖送急诊的糖尿病友 人数增加五倍之多 医界呼吁预防剩余治疗 每天定期厌血糖 绝对有其必要 血糖基看到的血糖 到底是80还是160 如果80这个方向是 它就是一个低血糖走向方向 专家也提醒糖尿病友 随身携带方糖 避免低血糖来袭 应变不及 引发致命危机 大眼新闻 杨韵子 邓颖中台北报导 画面中这双手呢 它是一位精壮的健美先生 还只是一位大三同学 刚荣获的是今年台湾现身 健美锦标赛的健体组第一名 原来它增肌减脂的秘诀 就是在于吃素 肌肉轮廓清晰 匀秤 叶正清 苦练有成 参加台湾先生健美锦标赛 在健体项目拿下第一辆级冠军 想到没想到啊 真的 它已经太突然了 其实每天都有在训练 可能都可能两到三小时都有 健体所需要的肌肉量 它都有突然 还有线条都有突然 他就读育达科技大学 休闲运动管理系 平时锻炼扎实 如素四年的他 成功减重十公斤 而且打破一般人的名思 增长肌肉不受影响 气色 体力都很好 对 这是我在家平时自己吃的料理 就主要都是以清淡为主 吃太多分之说实在 对我代谢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改吃是说 整体那个精神都会比较好 蔬菜 坚果和豆类 相互搭配均衡营养 我们一份豆类大概是这么大 单纯的是要摄取均衡营养的健康 它的黄豆制品 一天大概六份就足够了 练出一个好体力 好肌肉 那一天可能八到九份的豆类 一同学自我要求高 正朝向 专业的健身教练努力 以自身经验见证 素食者也能够有健美的体态 答案新闻 各位李宁宏 苗栗报道 天文界的里程碑 是日前刚公开亮相的 全球第一张黑洞照片 其中拍摄到影像的 八部望远镜之一 就是来自于台湾的 格林兰望远镜 我们就为您专访到了 计划执行负责人 陈敏堂教授 过去只能用想象力 描绘出的黑洞 这一次中研院参与国际计划 实际拍摄黑洞影像 不仅证明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 也为人类历史 写下新的一页 主导整个科学运作的方向跟运转 一直从仪器的运转 还有到资料取得 一直到最后的科学论述 我们都有参与 这一次拍摄的黑洞 还是模糊影像 为了提升解析度 突破技术门槛 陈敏堂在格林兰 设置新的望远镜 借此连接智利夏威夷 三点一线组成口径 相当于地球直径的 虚拟望远镜 格林兰有一个 非常独特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找的是 那种大气透明度 往往都是高山上 而且往往很冷的地方 第二个 它必须要能够跟夏威夷 跟智利这边 能够同时连线 看到目标 第三还要够远 还不能太远 你太远的话 它就跑到地球另外一边了 格林兰望远镜 2017年底完成硬体设备后 2018年正式运转 1月参与特长基线的 观测预演 同年4月加入正式行列 取得数据 最快明年就能看到结果 预计在2021年 展开第二起计划 我们希望在帮这个 帮这个望远镜提升 把它的解析度 把它的放大倍率提升10倍 但是要做到这点的话 我们要搬到山上去 格林兰望远镜 目前还放置在港口观测 只能拍摄到海平面 两年后搬到山上 就能带着民众站上更高点 一探黑洞奥秘 大爱新闻 旅书生警员及台北报道 今天上午在台东的海岸边 被发现了有这么一头小虎精 它是搁浅在了沙滩上 体长约有240公分 疑似是因为体力不支 已经死亡 其实它刚刚被发现的时候 仍然还有些许的活动力 不过由于它体重实在不轻 没有办法立即移动 只能等待海巡人员的到场 不过到达现场 想要进一步处理时 已经发现它不幸死亡了 至于搁浅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鼓励民众引阵养取代购买 不过只要是上了年纪的流浪犬 就会比较不受到民众的青睐 在台中杀戮 有这么一个形同浪浪的安养中心 收容了800只 几乎都是乏人问津的老狗 这里有专业的医疗照护 还设置有安宁病房 要陪伴的是老浪浪 安详走向生命的尽头 它比较弱小 然后就有被咬 它要了吗 如果有大浪的话 要稍微积一下 不能让里面残留 不然的话会发疑 受伤了有人照料 生病了按时喂药 锅罐头 然后把药这样塞进去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狗 比如说老狗或者是心脏疾病不好 我们就会个别代理 六区全部的狗的病例 医务室里这一大叠 都是收容犬肢的病例 有的还不止身体上的疾病 我们这边有些狗来是被弃养的 那比较麻烦是它会有心理疾病 就是会可能忧郁这样 台中市世界联合保护动物协会的保育场里 收容近八百只流量犬 几乎都是老狗 因为它们不受青睐 极少人认养 像人一样 喜欢新生baby 可是狗也是一样 就是犬肢只要年老了之后 一定会遭遇到台湾肠 碰到就是弃养 有时救援受伤的犬肢 带回来后一住就是好几年 狗老了生重病 这里还有安宁病房 安宁就是要让它有一个舒缓的环境 然后所以这边安宁病房的犬肢 基本上只有三到四只 就如同癌末患者接受安宁照护 这些老狗在这里安详走向生命镜头 关怀生命 尊重动物 最主要就是能够让它们有很好的环境 快 中气 保育场里动保人员爱心志工忙进忙出 他们不怕脏臭 担任年老犬肢的照护天使 全凭一股爱心 很舒服 身体没有生病 然后可以看到它们笑脸的时候 我觉得那已经是最大的回馈 但保育场毕竟是收容场所 如果可能 每一只狗应该都希望有个家可以回去 或许您会是它可以信赖的主人 如果有一个家能够让它们去 有人疼 然后就是有人照顾的话 我觉得这样会对它们会更好 也为了想要解决流浪狗问题 台南东宝处首创了流浪动物直讯所 在这里能够为浪浪们做求职履历 协助梅河工作为它们找一个新家 好厉害的毛小孩 这是台南上话流浪动物之家的狗儿 这样的方式是教会狗狗不乱叫 当然还有基本的训练 基本动作大概就是一两星期 一两星期就可以 他就可以信任了 比如说叫他坐下 叫他等待 叫他来 这个动作说比较快 用他的嘴巴把它塞住 你乱咬东西不可以哦 就算乱咬东西的坏习惯也不怕 训练师都会一一教导 台南室动保处 积极为流浪犬找工作 最近还开办直前训练 打电话过来说我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开工厂 我想要养一只比较凶一点的 大型一点的 那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那OK我们就会把这个市主 这个民众的资料留下来 然后在我们动物之家里面 来挑选适合他的狗狗 再经过简单训练之后 然后请他过来看看 那愿意中意的话 就可以任养带回去的 他们也为训练合格的犬肢 制作精美履历 透过网络或活动发布任养讯息 提高媒合成功率 希望早日为流浪犬找到出路 大家宣判正正日平台南报道 德国东北部的这么一座小镇 有森林威尼斯之称 也就是有许多的小溪河流 穿梭其中 因此这里的油彩送信 并不是骑车 而是用划船的 感觉相当诗情画意 不过其实在现实生活里 这可是包含了许多难处 在优美如画的河道 轻轻划着小船 船夫可不是拉揽观光客生意 而是一位女邮差 用船来送信和包裹 是德国东北部小镇 吕贝闹 120年来的传统 吕贝闹所在的石浦林区 一向有森林中威尼斯的美誉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的生态圈保护区 游船偶尔会跟观光船擦身而过 可别以为布纳尔的工作轻松 因为就算是除草机 平板电视 它也都得使命必达 到了冬天河水会结冰 想要看到划船送信 只能在4月到10月之间 大海新闻旅方编译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海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祝福您全家 平安顺心 您再会 感恩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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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